最近有个测染人 看了视频之后来工作室 找菲菲老师面积 见了面了之后竟然开始感叹 菲菲老师跟镜头前的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她的原话是这样的 看着还是正常人 还挺严肃 这镜头里的你也忒诈呼了吧 感觉这人天天都有点不太着调啊 大家都肯定有点好奇 豆梗属性到底是菲菲老师的表演 还是本性 是人设还是日常 做出镜的女UP主 我的心情实在是非常复杂 这两天我收到了各种各样的 好心提醒建议 有让我化化妆的 有让我梳梳头的 有让我改改鼻子的 有提醒我不要嘴歪的 还好啊 我暂时还没有收到 让我去龙胸的 我谢谢你们 菲菲老师 你要让观众觉得 你在专注的跟他们对话 你要不要我给你买个提字器 菲菲老师 我觉得你得让别人羡慕你的生活 你要不要我给你买个提字器 菲菲老师 艺术家还得是个好演员 你要不要我给你买个提字器 我给你们跪下了 归根结底 就是你们觉得 我还是没有演好女UP主 这个角色呗 大家看到的菲菲老师 可能只是表演好了你们期待已久的 说人话的艺术家角色 但是却仍然没演好女UP主 你们说菲菲老师是在线表演了艺务家 还是作为艺务家的菲菲老师 在线表演了行为艺术 或者是转型做行为艺术的 菲菲老师表演了失败的表演 我发现大部分本体出镜的UP主 和在自媒体平台上掐饭的人 逐渐开始被内容消费者视作艺人 并且逐渐开始用更专业的标准 要求内容生产者 作为一个多少有点逆反心理的UP主呢 我总觉得都顺着这些要求来 有点不太对劲 你们怎么不让巫师看镜头呢 有种你让伴佛老师也化妆啊 去老奖的评论区 让老奖也梳梳头 关键啊 我最气不过的是 明明我已经专门为了上镜 捣吃了一番了 你们是真的没见着 菲菲老师不梳头是什么样 让自觉有知识没文化的生成集 让带妹子约会装文艺无障碍 让读严肃艺术媒体有困难的 被拽去博物馆一头雾水的 在美术馆博览会上觉得 这是什么鬼 老子也能做的 有个频道可以发泄一下 大家好我是于菲菲 最近啊 老有公众人物人设崩塌的新闻 怎么总是出点桃色新闻 人设就崩了呢 能不能争点气 一开始就数个时间 管理表率人设掐饭 不就没那么多幺蛾子了吗 还是不够坦诚啊 正好咱今儿啊 就围绕着人设这件小事 跟大家聊一聊爱豆 up主和行为艺术家之间的 差异和关联 说说你们大家老是挂在嘴边的 行为艺术到底是什么 艺人啊 归根结底要卖人设 up主也得卖人设 艺术家出乎意料的 也有卖人设这么一说 但是啊 艺人跟艺术家的人设 肯定不能是一种人设嘛 而且有的时候 还得站在对立面 决定这事的 还得看消费群体是谁 艺人对应的买单群体是大家 从数据的角度考虑啊 更多人喜欢的人设 可能才能推动得了爱豆经济 可能时间管理表率和群体运动教练 真心不能approach主流客群 爱豆经济归根结底 买单的客群大部分还是女性 邻家暖男 阳光少年 霸道总裁 学长哥哥 风流才子 不浪荡 能在数据上吃入大部分女性消费者的心 为up主买单的呢 是平台观众 以B站为例啊 作为将妇未妇将婚未婚的青年 看到半佛老师的为何渣男无往不利的标题 大家是不是就很有冲动想要点开 这种爆款内容啊 最能反映群体诉求了 虽然大家私底下就算不实践 不认可 不评价 但是是不是你们也有强烈的对获取渣男 无往不利技能 或无往不利的辨识渣男技能的冲动 男孩子估计会觉得啊 一多步压身嘛 谁知道哪一天说不定就能用上呢 搞不好啊 哪天运气一不好被绿了 还能变身渣男报复社会 女孩子也会觉得得防一手吧 除了被塑造出来的爱豆 哪那么多邻家暖男霸道总裁 现实生活中啊 要是风流才子不浪荡 那总会让你觉得 这人是不是生活里性格上有短板啊 要么呢 就是总有点什么拿不出手 艺术家对应的买单的是藤家 关于艺术是不是属于大众的这事啊 我们之前说过了 有意义的欢迎去考古 艺人斜杠爱豆 可能得顺着观众的预期来熬人设 具体的人物设定呢 得看观众的反馈和经纪公司的安排 艺术家的人设倒是能自主选择 毕竟艺术家在原始积累的阶段 慕有公司也慕有经纪人 变相啊 给艺术家更大的空间来进行自我塑造 自由生长的人格呢 在其作品进入市场了之后 可能就会被理解为人设 进入了市场就意味着 这个艺术家有可能会接触到藏家 记不记得我们在互联网入亲无能的一期 曾经提到过的 艺术圈offer给藏家的线下体验非常重要 花了时间或者是可以花时间 跟奇特斜杠奇葩斜杠奇怪的人待在一块 也许才能体现他们的privilege和阶层之间的区隔感 过去几年啊 总有朋友跟我说 飞飞真的是我认识的 特别不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那绝对是大家先入为主的 对艺术家这个社会角色的群体 人格和形式方式有预判 一些被大家听说的艺术家的主张和态度 往往都带着极其鲜明的个人色彩 因为这种像宣言一样的标语口号式句子 更容易被记住和传播 相反 暖男 邻家女孩 乖孩子 可能就不太容易出圈了 更别提 有的艺术家日常工作内容 就捆绑着挑衅观众 而挑衅观众的这拨人呢 又给你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导致大家逐渐把不羁 挑衅 肆无忌惮 跟艺术家联系在一块 而这拨专门以挑衅观众为工作内容的艺术家呢 其实恰好也是大家最熟悉 并经常挂在嘴边的人 你们看啊 你们天天埋探身边的朋友就是这个 哎 那个谁谁谁 说你呢 干嘛呢 搞行为艺术呢吧 行为艺术这个词啊 绝对是这么多视觉艺术媒介里面 大家的日常用语里曝光率最高的 快手上 你们肯定也得说别人是行为艺术吧 一些匪夷所思的行为提供明确反大众审美的视觉 创作反常识的词汇并且还形成了传播度 是不是怎么想都觉得是行为艺术呢 甚至稍微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可能就会被嘲笑是行为艺术 大冬天有人上身穿羽绒服下身穿裤衩去买菜就可能被嘲笑 这是行为艺术吧 其实关你屁事儿 这个表达啊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你又知不知道用吹拉弹唱唱念作答以及各种表演形式在当代艺术的语境里面做艺术的人 艺术家里的戏精群体 引战狂人 抖M专家 行为艺术家们 为什么看起来总是这么奇葩呢 人设啊越立越倒 但是内容却可以越做越精 我们把艺人 UP主和行为艺术家这三种人群放在一块 类比 是因为大家都是内容生产者 是文化事业的中流砥柱 是大文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但三者的内容和表达的媒介又确实相去甚远 媒介就是输出内容的载体嘛 爱豆 UP主 跟行为艺术家在媒介上的一同 其实都聚焦在了如何使用身体上 对于爱豆来说 身体绝对是媒介了 而且更sexual一点 有些本来并没有被贴上爱豆标签的硬核艺人 唱跳专家 演技超群的 也会成为大家消费其身体的对象 追星对大部分人来说 是一种娱乐消费的形式 大家购买的娱乐内容 可能除了唱歌舞蹈影视剧的内容以外 粉上爱豆的人 更多的需要的是陪伴感 分享感 在想象的独享和群体融入之间来回切换 同样能刺激受众的多巴胺分泌 这种感觉就像是在运动会上看到校草冲过终点 哪怕全班女生 还有别的 都在一起看她 但你的兴奋感 就是不会因此而减少 甚至还会因为自己在喝彩的养慕者群体当中被放大 关于饭圈文化 B站的大奥们都做过各种各样角度的分析了 在此我们就不做赘述 OP主就厉害了 可以没有身体的 大家看一看大家关注的那些似人非人的账号 他们都可以不是个人 他们可以是只动物 或者是一群动物 只出现器官 声音 或者是啥也不出现 这么想想啊 某些不露脸的OP主 其实可以在概念上被理解为虚拟偶像 看B站视频的大家 相比于P站的诉求 那肯定是多人的多了 除了持续关注牛逼的干货分享者 以从中获取特定领域的新消息 新认知之外 还有各种难以名状的别的 比如啊 关注了有些后缀了老师头衔的UP主的观众 实际对其干货分享 毫无兴趣 就是来听相声的一样 Killing Time和Saving Time的诉求杂揉在了一块 总之各取所需 UP主啊 比Idle退路多 因为大部分分享型的UP主呢 还是相当客气的 能做到不虚荣 不忘本的干货分享UP主们 菲菲老师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尊敬的 请把你们此刻想到的UP主的名字 打在公屏上 给大家分享一下 艺人爱豆和UP主 是大家熟悉的 行为艺术家呢 是你以为你不熟悉 但其实你经常挂在嘴边的 艺人爱豆 在业务能力超群 且艺术造诣极佳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被授予表演艺术家的称号 表演艺术和行为艺术都带艺术俩字 但他们的艺术内核完全不一样 行为艺术是在视觉艺术的细分与镜下的 但因为受表演艺术的影响和启发啊 两者确实又存在着用身体和身体所属场域关系 做表达的交集 行为艺术可以说是以身体为媒介 或者以某种方式展现现场行为的艺术 关键词身体和现场行为 您细品 但是啊 死身体和比身体的内涵 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单独一个人的时候 面对另一个人 在屏幕里面遮遮掩掩不让你看 可能会让你非常兴奋 但一屋子人围着一个或多个光着的 除了你以外 其他人都熟视无睹的走来走去 你可能就真的不会 也不敢有太多幻想了 行为艺术家卖的有时候就是撂你也不敢的人设 既不敢摸也不敢出声 更不敢模仿 有些刚接触现当代艺术的朋友呢 总是觉得有点懵啊 但也不怪你们 行为艺术和表演艺术 中文难懂 英文更迷 俩英文单词 咱感受一下 行为艺术是performance art 表演艺术是performing art 简单粗暴的说来呢 表演艺术是我认真的吹长笛 而行为艺术是我认真的拿长笛敲你 能指和所指跟你所认知的完全不一样 本质上说来呢 行为艺术是和静态的艺术争夺话语权的存在 有人说啊 我提艺术的时候太宽泛了 但这儿咱指的只是视觉艺术 后台说艺术不只是美术的 我什么时候说艺术只关于美术了呀 还有人说我管自己叫艺术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 这位朋友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没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铁粉们应该都知道啊 菲菲老师倒是乐意管自己叫视觉工作者呢 艺术家听来听去都像在骂人 你就是嫌我穷呗 但是艺术家比视觉工作者少俩字呢 在标题上比较占优 而且所指清晰 我跟你们说我是艺术家 相较于我跟你们说我是视觉工作者 要能更准确的定位我们的视频内容方向 这事啊 以后要是谁再提 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 先把您顶起来 再让热心的朝阳群众引导您去考古 但是啊必须澄清的一点是 20世纪以来 艺术的含义又一次的走向了扩张 而非收缩 过去我们觉得艺术是静态的画作 雕塑 其他的像芭蕾戏剧之类的 跟文学和表演更相关 但是现在再这么想的话 那就真的有点土了 咱们之前的视频提到过的鲍豪斯 除了创造颜色理论的功劳以外 也是第一家将行为艺术 作为教学内容的学院 正式让行为艺术成为了 艺术媒介的一种 感兴趣的啊 请一部视频下方的链接 了解各种行为艺术相关的纪录片 此处啊 给艺术媒介画个重点 然后我们才能继续的往下聊 因为下面的例子 就有点冲击大众的基本认知了 这些基本认知 包括但不仅限于 视觉审美 道德伦理 法律法规 比如把自己吊起来 给自己放血 给别人放血 裸奔 带着道具裸奔 转圈 带着道具转圈 带着道具转圈八小时 爱豆 UP主和行为艺术家这仨 求关注又有什么力童呢 爱豆啊 和他背后的经纪公司 肯定是希望人被关注 UP主呢 作为新媒体内容生产者里面 最能综合视听说特性 全面输出人才 最渴望的是观点被关注 大家不认识UP主可以 但大家得知道UP主 对一个事的看法 有些情况下 UP主巴不得你不认识他呢 因为说不定UP主提出的观点 压根不代表他个人 别回头再出点什么差子 比如说啊 大家有一阵子疯狂的黑咪蒙 和他旗下的内容生产者 后来呢 人家就学聪明了 用了矩阵对冲的方式来做内容 做两类账号 持相左观点 两边赚钱 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在我二月刚开始做UP主的时候呢 有个画画的观众问我 做视频是不是为了把画卖贵点 后来也有策展人朋友问我 视频会不会作为展品放在展厅里面展览 那位觉得我做视频是为了要卖画的朋友 在这我回答您一下 您也忒看不起我了吧 作品单位面积卖50万 跟每个视频有50万浏览量 一样牛逼 再说 如果我的视频是我的内容生产 那谁说B站不是展厅 观众不是藏家 所以你们要帮飞飞老师按住那个点赞布撒手 长按点赞一键三连弹幕评论 关注转发 把飞飞老师散出去 成为飞飞老师真正意义上的大藏家 你看 说到飞飞老师作为UP主这个case 就是这么求关注的 那行为艺术家想让大家关注什么呢 工作室的小伙伴的理解呢 是介于两者之间 或者说你随便关注点啥都行 但是总之你得关注 普通人啊 怎么关注行为艺术啊 凑热闹呗 就和你们关注其他事是一样的 干啥都嫌累 只有凑热闹最省事 看热闹在哪都能看 线上看肯定最香啊 你们看啊 前两天哔哩哔哩刷屏的那个视频 激起了现象级的讨论 不在场 也完全没有影响你的参与感啊 大部分人都不是在美术馆 画廊 或者是行为发生的现场 了解行为艺术的 就像大部分人都不需要在现场 听何冰老师台词功力深厚的演讲一样 既然performance只是媒介 那利用这个媒介的艺术家 为什么老是成为人身攻击的对象呢 因为有些人啊 用这个媒介表达的东西 让公众满脑子问号 我啊 最知道你们都想问什么 因为这些问题 我全都问过 在此啊 菲菲老师快问快答一下 为什么行为艺术家 总是一脸不高兴呢 行为艺术家 如果不一脸严肃 那很有可能看起来像傻屌 或者是像二人转 来 换个头试试 为什么总是光着呢 身体作为媒介 媒介只剩下身体和周遭的环境了 举个例子啊 看看这个 为无名山增高一米 太有才了这个 这玩意儿还有在水里的版本啊 在这儿啊 肯定就有人说 你行你来了 你行你来 我给你拍照 我们大家都给你拍照 不光着的是咋回事啊 也不都是光着的啊 不光着的 衣服可就成为道具了 有时候连发型都是道具 那不想戴道具 那就得扔干净咯 戴道具的游戏角色 道具有功能 行为艺术同理啊 道具多少都有象征意味 那至于是什么纸带 进入了作品和解读 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在此 我们大家猜一猜 小野养子的黑裙子 和 Abermovic的红裙子 到底纸带的都是啥 是不是非要破坏点啥呢 其实还是道具嘛 道具加指定动作 只有固定组合才能通关 通关的标准就是 是否足够准确的表达 和艺术性是否在线了 比如说啊 这个砸古坛子的 一个不能提名字的艺术家 这是有多无聊 才能想得出来这些行为啊 感觉看着总是觉得 有点智障的意思啊 拿着大印站在河里印水 拿着古风机走几百公里 边走边吹着一封情书 也不是都这样的好吗 宋登老师啊 就曾经做过 在水里摸附近的影像 怎么摸怎么碎的作品 这类型杂揉了行为性质的视频作品 还是有很多特别动人的存在的 归根结底啊 艺术是围绕着人展开的 最后回到人 是非常正常的归因 行为艺术家 也不是为了让你认识他这个人 才去做这些老不正经的事的 他们更多的啊 也是想提醒大家 作为人的存在 反思自己的生活 闲来没事的时候 问问自己那三大终极问题 毕竟无聊和焦虑总是错落的揉在我们的生活里的 艺术家把一些焦虑 一些无聊 一些躁动 一些忧郁 放大给大家看 对大家也是一种释放 至少能让你知道 真的不是只有我 有的行为艺术家 一做表演就是八小时 直接对标打卡的工作了 本来其实是日常 但是日常行为重复 抽象孤立之后 看起来就有点惊分了 行为艺术就此变成猎奇的代名词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看起来太猎奇了 但是啊 行为艺术当中 我们还是需要强调一下 它的contextuality的 怎么翻译呢 语境 这一点对于看待 不同时期的艺术创作 都是一样的 只有放回到创作语境当中 才有意义 比如说张三拍了一个视频 一群鸽子 在一个名人的雕塑头上排泄 这个作品张三放在 大部分的地方播 可能都没什么事 但是放在朝鲜 那就不太能行 有人说啊 我不在乎行为艺术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 但你很难拒绝一些 偶发的行为艺术的发生 在这儿啊 就要引入偶发性这个概念了 啥叫偶发性呢 就比如说你说 你不在乎菲菲老师说的艺术 你就是来听相声的 但是此时此刻啊 你很难预测这个视频 下一波弹幕是关于什么的 而且啊 老觉得菲菲老师是在说相声的那老几位 难道菲菲老师构格跟郭德纲老师同框吗 在弹幕里和偶像同框实在是太性感了 你们能不能给我来几个帅点的 让不知道偶发是什么的小伙伴 知道一下什么叫做 在B站菲菲老师的视频里面 偶日男明星 举个前段时间刷屏了的 跟自己前男友同框相视而弃的阿姨的例子啊 艺术家坐在展厅中间 等着观众来跟自己对视 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参与者 都不知道下一秒可能会发生什么 甚至艺术家也不知道 下一秒将会和谁对视 至少他自个儿是这么说的啊 除了这个例子以外 咱也稍带手说一说 国内大众语境底下稍微冷门的 比如说Tino 这哥们到底名字怎么念呢 Tino Segal 这个艺术家在泰特的页面 只有他的名字 完全不允许泰特陈列任何他的作品图片 威尼斯金师蒋德竹 在泰特什么都没留下 只有名字 2012年啊 他在泰特美术馆做过一场表演 基本上呢 就是让70个叙述者 跟观众们在一个超大的空间里面随机活动 而且他也没有授权对这个表演进行记录 照片视频声音都不要 虽然还是有观众留了一些手机的影像啊 但这些都不是艺术家和泰特承认的内容 行为做完 这个作品也就结束了 作为观众的大家 接受起表演艺术 和作为当代艺术门类的行为艺术的时候 心态也肯定不可能是一样的 大家要是喜欢一个明星 一个组合 甚至一个相声演员 可能会去买他的周边小卡片 甚至还会在咸鱼上面跟别人交换 以凑成一组 哪天要是不喜欢这个人了 这些东西可能直接就被家里人收拾去卖废品了 没准收破烂的还都不要 这是表演艺术从业者面临的偶像化带来的问题啊 艺术家是不是也面临这类型的问题呢 那得看艺术家是不是偶像化了自己 在此再cue一下那个老阿姨 艺术家有时候会认为 自己的作品一旦成型就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跟自己不再有关 这跟搞文学的且信奉心批评的人 信奉的可能是一套理论 唱歌的音乐人很难说专辑做完 这几首歌就跟自己完全没关系了 但是搞行为艺术的就可能说 这个作品做完 大家爱模仿就模仿 爱批评就批评 艺术家连过程记录的版权都可以不要 做完这一票 这事就彻底在他的心里翻篇了 今天啊 好的行为艺术不一定要血肉模糊 撕心裂肺 行为艺术家也不见得都像傻屌精分 或者是双向障碍 甚至行为艺术和表演艺术相互融合 相互影响 碰撞出了很多特别屌的作品 比如菲菲老师有个具喜欢的艺术家 就让The National在MOMA PS1表演了一首叫Sorrow的歌 这首歌就三分钟 但是他们表演了一下午八个小时九十九次 最后这个作品是这张专辑和当时的现场 还有这个现场的纪录片 这张专辑竟然在虾米还能找着 欢迎大家去听一听 所以以后拿行为艺术开身边小伙伴的玩笑的走点心 小心一开口就被当成土包子 菲菲老师也希望下一次如果大家再撞上什么现象级的行为艺术大事件的时候 能精准吐槽 吐出水平 吐出高度 不然千万别跟别人说你关注了菲菲老师 拜拜